太好了 剛才第一個是Pinconer 接下來我也是Pinconer 我今天要說的是我自己的品牌實驗 然後還有矛盾的思考 跟不只是商人 就是new business model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甜心 然後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熱愛自由 喜歡歷史 是個樂天派的人 是典型的社手桌 是一個好奇不得而為人 然後我喜歡拆解跟床組 我對修理東西特別在好 然後我喜歡設計 我覺得設計是做一輩子的事情 就算你沒有做設計 你不是設計人 你也應該用設計的態度過 對不對 然後 然後我先說我的品牌實驗 就是 我的品牌實驗的是 當初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大學畢業之前有一個設計的題目 老師出了一個題目是 用一個籤筒 讓他抽籤 然後抽到這個題目之後 你這個學期目的畢業報告 就是針對這個題目去做 然後那時候我抽到的籤就是 叫做垃圾 然後這個垃圾 這個作業要怎麼做 不是 針對這個垃圾 這個議題 然後設計出 寫出一本 空白的題目 把它寫滿滿的 最後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商品 不管是怎樣的商品 或是變成一個展覽 然後最後在學習畢業的時候發表 然後我那時候拖到垃圾 然後 我覺得那時候是我 當初的品牌實驗就是從垃圾開始 然後 因為我說過我喜歡拆解跟創組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一個破壞框 就是把家裡的鬧窗拆掉 什麼都拆掉 然後就被罵 然後 我的設計 是從拆解跟創組裡面去思考到的 因為我覺得拆就是減少 組就是增加 那創意就是在 舊中 在心中造就 在舊中創新 就是一個拆跟組的過程裡面 生產出來的東西 可以辣舊的東西變得更新 讓新的東西變得更 那新的東西是有舊的感情 然後 剛才那樣的過程就是一種矛盾的思考 大家看這張圖就是 就是矛盾的圖 可是 這張圖 因為矛盾 所以 更有想像的空間 好 然後 矛盾是什麼 就是 少跟多 我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我要簡化 我的設計元素 然後我要 我要 我要簡化我的設計 然後我要增加 它的價值 所以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給自己的框架 是 我要減少 孵懶 然後我要 創造 新的價值 這是從環保的概念 然後我 以下概念之後 我發展出什麼商品 這個是我第一個 就是 這個是看到的 第一個 就是 這是純石塔的罐子 然後 然後 它被丟棄之後 它只是一個罐子 後來我就 找到了 木屏這個元素 去做包圖之後 它是一個垃圾 然後它被變成一個 可以銷售商品 而且我們在網路上 實際測試的 也是很多人買 然後 這一個 第二個 這是一個燈 一個燈具 那它是怎樣 它是一個 涼杯 然後我在我機場看到之後 我覺得這個造型很好看 然後我就把它 拆掉 再重組 再組出一個新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最熱銷的商品 就是 木頭戒指 然後它也是同樣 從 重組的過程中去思考 然後這個是我設計出來的商品 就是 一個 眼鏡這樣 然後我 會有這個概念 是我從 林希 老師的一段 文章裡面去做思考 因為它是一個高度近視的人 所以它在近視的過程當中 就是 它看不到它自己 眼鏡 所以它把眼鏡拿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 跟它眼鏡對話 說感謝你 我總是在 拿下來之後 我才很清楚 我才 我又不能清楚 我看著你 它在跟它眼鏡對話 說我有一個畫面 我是思考 我要做一個 眼鏡 讓它變成一個人 然後我放了之後 我可以跟它講話 就這樣感覺 然後 木頭上 之後 我發現這樣的元素 是比較好用的 因為 套箱大型的 要很多 很多 木屑啊 或是怎樣的 產生很多廢棄物 所以我 用很簡單的方式 去創造出很多有趣的東西 然後這些人來說 你做出來的東西 一定要銷售嗎 可是 我覺得 我不只是商人 就是 我要想出新的 Business Model 所以 我賣最多的是戒指 然後 有人跟我買戒指 他是為了要跟某個女孩子告白 有人跟我買戒指 是為了房小人 或是露餐 然後我就發現 這個現象非常有趣 所以我就 思考 我的Business Model 可以自己做嗎 我就 開始跟我的戒指對話 我希望我的戒指就像一個人一樣 他有情感 他是射手做的 他是水瓶做的 他是天蠍做的 所以 但是這個idea 不是太荒狂了 就是 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我後來想說 台灣好像沒有人做單身戒指這一塊 可是我一直結論是可以做 但是 他是 因為我目前的專業力沒有辦法 所以需要有可能 有一個寫AP的程式 或是怎樣 然後 可能 一個單身的男生 購買了一個戒指 可是他 他留了一個訊息說 我是18歲 等那樣 短話 之後 有個女生 看了這個男生的對話之後 就加他好友 然後變成朋友 然後來過往地 婚結 之類的 想法 這是一個白店 然後 再下來說 我不只商人 我希望做教育 希望做公益 還有做環保 所以 我覺得可以跟剛才的第一位合作 而且我也是聽懂 時間好感 欸 接下來這商品是我 後來 有一次我在高雄前鎮夜市 逛夜市的時候 走路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一個 椰子可貝丟在地上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造型很漂亮 而且還好天然 然後我就把它撿走 撿回家的時候 我就開始思考他可以做什麼 那是大學畢業的時候 那個作業的毛病就出現了 然後就開始 想說 他躲著一個人的臉 然後變成一個春天童 然後後來呢 我就思考 存錢童 一定要能存 又可以拿出來 所以我就想很久 我在吃水果的時候 夥伴說 想到 我可以把底部做成這樣 縫合的造型 然後讓錢可以放進去 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 於是就有這個商品 然後這個商品之後 欸 這個商品很好玩 所以我推出 我在網上放 然後在蘋果雜誌有一個專欄 所以想要發秀我的商品 然後變成一個廣告 就是可以看到的東西 然後他們的專員就打電話問說 就是 你的東西 有辦法量產嗎 然後那時候 我想說 好 怎麼辦 我十歲路上撿到椰子坑 我不知道去哪裡找椰子坑 然後後來呢 我就跟他想說 我目前只能收到五個人 然後說好吧 那你就先上去 結果很快就是 那個五個人就賣掉了之後 這個商品就突然在暫停下架 可是還有很多人在問 然後我後來就找到 就是一個工廠然後再做這一個東西 後來我真的有把它落實 然後說到教育的部分 我就是因為做這個推廣之後 剛好有一個機會讓我去 我們評論小學 然後去教他們做手作的東西 因為他們真的太可憐了 他們藝術禮課程 他們沒有美勞課 那你的組長非常想要讓小孩子體驗這些東西 而且他覺得比較有教育性 於是我就去學校教了這個東西 然後這是我 這是 這是我教的那些小排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欸 我在教過的時候 我第一次當老師的時候 我經驗就是一直在想 他要怎樣 他要怎樣 我要怎樣引導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學習態度是比較 比較被動 其實比方說我今天才要發下去的時候 大家 大家都會等 我就在等說 欸 老師要怎麼做 接下來要怎麼做 他們不知道 這是下一步 可是我在過程當中 不斷的溝通跟思念 我不希望 我是一個 一個就是 指導他們 做完整件事情的 那麼簡單而已 我希望是 他們可以主動的 在做中學習 然後他們拿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會珍惜 他們會知道說 以後有罐子不要亂丟 然後這個部分 之後 欸 我第一次 蠻挫折的 去教這些小孩子 第一次教的時候蠻挫折的 時間掌控不好啊 其他的問題啊 學生沒來啊 就 我覺得 欸 讓我學到更多 不是 不是 他們都是 不是 不是在教的過程 是 教完之後 我在想 我下一次 要再教得更好 這個過程 我沒想到是 讓我 需要更多的一個機會 然後 這些小孩子他們 之後 我有想過一個 新的BG model 就是 我希望 能夠讓 一些小孩子 他可以做我的 椰子可存牽頭 然後他做完之後 他可以送給 某個 餐廳 或是某個 商店 然後變成是一個 可以捐助的對象之後 他可以去幫助 一些工作室的團體 然後他們可以自己 解決自己的收入問題 然後 我的品牌 想說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簡單的態度 用自然的態度 謝謝 風格 有